之前我们说到有一起发生在七宝的救护车 这个买烟的事情 那那个烟的量还真不多 几十条烟而已 因为居民的警觉呢 这件事情没有得逞 驾驶员被开除 而最近上海民警又查获一辆救护车 救护车里面没有病人 却有850条香烟 驾驶员被当场抓获 这种发国烂财的人应该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我们后续也会关心这件事情 而现在烟价飞涨 很多地方放出来防范区的人放出来排队买这个烟啊 排的队非常之长 当然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呢 这个不要吸烟 这可能是一个疫情之后得到的一大教训了 争取把烟戒掉 不要让坏人有机可乘 这是一种烟戒的判断 失败了